和四 11-2018 三大社打响回归战战 可能因为2018年是黄金苟年,所以歌谣界即使有1月式淡季的说法 但是1月的回归却相当繁忙 SM 代表的三大歌谣经纪公司 也是从1月开始就由宝儿、Icon、秀志等代表主力们开始回归 预告了空前忙碌的2018年 SM 神的回归,大势的维持,上升计划 从1月即将回归的宝儿开始,全公司艺人们将会在2018年展开活跃的活动 宝儿通过新的项目,将歌谣和节目结合 将会展开活跃的活动 东方神奇,东方神奇也是在上半年会有回归歌谣界的计划 去年很是活跃的 去年很是活跃的 米偶 Haggilt Super Junior也是以综艺为基础,开始全天候的活动 少女时代则是相比完整体,将会侧重以SOLO的形式展开活动 YOUG,上半年扎堆的主打团,没有低调的活动 1月开始忙碌的YOUG,ICON将会在25号代注时和两年的正规专辑回归 社长梁炫熙在很早就预告了ICON积极的韩国内活动,可以看出这次没有低调的活动 Blackpink的真人秀Blackpink House也已经开始 还有Winner将会在2月的时候强力回归 YOUG的2018上半年估计会相当的繁忙 YOUG的顶梁柱,Bigpong因为残军的原因 在短期内很难有完整体的活动 但是Blackpink、李嘉宜、李秀贤等音乐强折女艺人的活跃,将会有所补充 还有各个场台下面的所属歌手们也会一直不断地进行音乐创作 YOUG的计划有很多变动是事实,但是主打国内活动的宣言已经很有意义了 YOUG占好位置的GOT7和TWISE、Straight Give的出道力量 YOUG的出道力量 去年Wonder Girls和Miss A的相继解散还有RPM的预则演入 短时间不能看到完整体的活动,面临了时代交替 首先是集中在秀质和RPM的SOLO活动方面 15号张又荣回归,29号的时候秀质的SOLO回归也已经确定 相比团体,强调SOLO活动是关键 去年一刻不停活动的GOT7和TWISE在今年预告也会有两次以上的回归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点就是接住GOT7之后新的男团要发力了 GOT7和TWISE在上半年出击,为了成为GOT7新生代的顶梁柱 GOT7将会开始进行活动,乐队GOT6也是通过新项目得到了成长 GOT7和TWISE在上半年出击,刘志敏,白逸琳等也会开始个别的音盘制作 GD剪了新短发,BigFung具首位社长庆生 18日是社长梁选希的生日,通过个人IG公开了与BigFung成员GD 太阳,大声,受力一起庆生的视频,并表示,感谢BigFung 后还要走20年,时间最长最爱的弟弟们,公开的视频中 成员们开心地为社长唱生日祝福歌,鼻心撒娇,十分欢乐 GD清爽的短发造型让人想到他2011年时的短发 虽然已经30岁但还是少年感十足 BigFung,韩语,日语 是Yuk娱乐于2006年推出的韩国男子音乐组合,由G,OP,太阳,G,Dragon 大声级胜利五名成员组成,G,Dragon则担任队长一职 而他们的团体名称BigFung为宇宙大爆炸之一,The Big Bang Theory 意味着将对于韩国音乐界,甚至在全世界带来爆炸性的影响 官方的歌迷名称则是VIP,即意思为Mary Important People 是根据第二张单曲BigFung's VIP命名 有助粉丝是非常重要的人的含义,官方应援物为黄色皇冠造型首灯 团体刚出道时主要以嘻哈去风为重,首张同名专辑卖出近四万张 成果尚未显著,直至2007年发行第一张迷你专辑Always十一句成名 另组合打响知名度的歌曲,谎言,便收录于此张专辑中 此曲在韩国各大音乐榜单中破纪录了蝉联了七周的冠军 并使BigFung在第九届Minute亚洲音乐大奖荣获首作年度歌曲大奖 BigFung后续发行的唱片更为他们提高了知名度 而带来巨大的成功是在2012年推出的第五张盘与迷你专辑Always 不仅成为第一张登上美国告示台200大专辑榜的韩国专辑 更为他们在第十四届Mate亚洲音乐大奖上获得年度歌手奖 2015年,睽違近三年,BigFung在万众期待中回归 共发行了四张单曲,分别为M、A、D及E 接触在2016年正式推出第三张韩语正规专辑Mate 发行后均取得商业性的成功,近是Mate Series 系列单曲的部分在亚洲的净销售就超过了1300万张,9 并让团体第三次在Mate亚洲音乐大奖上获颁年度歌手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